經過一個月的調查 審計處終於公布貪盡海六空的曾蔭權 在職務外訪的時候酒店住宿的安排 發現貪增實在貪盜盡 報告顯示 由曾蔭權2007年7月上任開始 至2012年的4月期間 總共進行55次的職務外訪 一共有142晚 是由行政長官辦公室安排住宿 其中93晚的住宿費 是由到訪的國家或機構贊助 而剩下的49晚是由香港政府付款 不過審計處就發現 當中41晚曾蔭權都安排入住酒店最高級 又或是第二高級的套房 當中拿多次外訪都超過津貼的標準 好像在2011年6月到訪英國倫敦的時候 最初考慮過入住租金比較便宜的百克利酒店 但最後就選擇了每晚房租是 46826元港幣的倫敦文化東方酒店的總統套房 在逗留倫敦的行程就超出了標準津貼22倍 其實曾蔭權的住宿費都是牽涉公帑 審計處研究曾蔭權5次外訪的住宿個案當中 他選擇這些又貴又豪華的特級套房的時候 不少情況之下都是沒有足夠的理據 有失審計處的期望 每當涉及公帑 我們期望行政長官 身為兼具權力和影響力的香港特區政府首長 能夠樹立良好的榜樣 並且採取適當的步驟 確保所作出的開支決定都是適度和保守 好像在2012年4月去巴西訪問期間 入住了收費編告 每晚是5萬2027港幣房租的 黃家屈金香總統套房 雖然行政長官辦公室解釋是因為考慮到工作需要 好像進行內部會議 又或者是傳媒訪問 才選用這個總統套房 不過審計處發現原來有關官員 只是在房內進行了25分鐘的會議 另外在2011年11月到訪美國壇香山四晚期間 最後一晚是要自己給錢租房 但在沒有任何文件解釋之下 由原本每晚房租萬多元的單人山景房 自己升級入住每晚房租是22,601元的雙人海景房 自廢近今晚根本沒有在房內開會 我們是看不到有紀錄 為甚麼由開頭說住單稅山景總統套房 改為雙稅房海景總統套房 為甚麼會住一個好些的呢 其實我們是見不到原因的 即是沒有一個充實的理據在裏 我們是不滿意的 所以我們問他為甚麼沒有記錄在裏 當然可能時間過了未必可以抄得回 但我始終說向前看的話 將來如果有這樣的情形之下 麻煩你把記錄清清楚楚寫出來 而曾任權在近三年的徵務外房開支 更加有不斷上升的趨勢 由09年至20年的140萬 上升三倍 去到今個年度價450萬 而過去的外房住宋安排 都是由行政長官私人秘書決定 沒有徵求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常務秘書批准 審家處就建議當局 應該主動披露行政長官外房價主要開支 以及可以參考下外國的做法 制定一些規管主要官員外房價 節約規條和原則 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